生日大行人了 明天就是我老的生长 我准备把他借的大日来跟他过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说很惭愧 我们搬到新房子这么久了 我老的一次都没来过 第二就是团团的生长和我老的生长 一个今天一个明天 这次准备让他们一起过 我爸还订了个大包箱 那次加起来一共有20个人 大哥大少还有弟弟弟姐 还有姐姐他们一家 我们一共加起来数了还有20个人 所以说超小厨那边订了个大包箱 我们现在两个人去把他菜订 妈要订好多个菜才够 看好多订点那么多人 人家等我们去看好包箱 然后我待会订个菜 可以做好多个人这个 这个是24个人 那帮我们剪了那不是还 你是生日吗还是生日 是晚上8月1号晚上 晓得晓得晓得 一般你们标准是好多 20个人嘛 20个人在1800多月多吃两菜 有好多个菜啊 27、8个菜 凉菜热菜加点青嘛 对对对 反正菜籍都是在上面的嘛 基本上 就弄个2000嘛 这个也可以哈 这个都是这样吃的 他们的1800就有27、8个菜 我们就直接按2000的标准 一人一百 到时候他们把菜配好了 然后发现我们再看再确定 其实我们老伙这个生日的时间段 还是蛮好的 暑假天 娃儿也都在屋头 没有娃儿的聚会都不算完整的 老年人都喜欢儿孙满堂 看到儿子女儿然后然后孙子都坐在一桌子上 那才叫幸福 他们也要准备礼物了 外爷弟弟 外爷你不用准备嘛 爸爸妈妈的事情哈 然后因为你的经费有限 你要给弟弟准备是吧 嗯 那两天说的是什么 班师父母 医生什么兄弟情 刚才才从北斗上面收出来你还没记到嘛 啊对我刚刚来说这句话是从北斗上面收的 班师班师 我希望你什么时候哈 不管是什么社会啦还是什么 弟弟能晓什么时候都要给他带个礼物 让他记得哎呀我一个哥哥对我很好 他二天长大了就会赶你也晓不晓得 嗯 刚刚那句话确实不晓得在北斗上面踏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